歐盟因新疆問題制裁中共官員和實體後, 北京對歐洲議會成員制出反制裁,顯然起到反效果。 多位遭到制裁的歐洲議會成員4月8日指出, 中方這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, 他們不吃這一套,也會繼續關注新疆和香港。 綜合媒體消息,歐洲議會對中關係代表團主席包瑞漢是德國人, 首次當選歐洲議會議員的來自斯洛伐克, 還有立陶元國會議員薩卡·尼耶涅, 這三位來自不同國家的歐洲政治人物, 近來都因關注新疆、香港問題成為中共制裁的對象。 但在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八學的研討活動上, 三人異口同聲地表示他們不吃制裁這一套。 卡尼耶涅說,立陶元有著深刻的歷史經驗, 知道列寧獨裁政權的招數, 他們想以雙逼政。 這就好像落了部署陷阱一樣, 我們如果眼中只看見經濟的有利, 那就完蛋了。 萊克斯曼和鮑水漢都指中共當局誤判國際形勢, 他說:「在我看來, 中歐投資協定在歐洲議會是武器了。」 鮑水漢補充說, 由於中方未能公佈制裁勢戰, 這對他們個人造成的實質影響相當模糊。 從國際視角來看, 被中共列入制裁黑名單對三人來說, 就好像榮譽勳章。 他們說,如果必須要為正確的事情付出一些代價, 這也是應該的。 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個月底出訪歐洲和北約前, 美國、歐盟、加拿大和英國罕見的在同一天, 就新疆人權議題制裁中共官員。 尤其是歐盟的制裁舉措, 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31年首次。 中共垂直宣佈報復, 並擴大致對10名歐洲人士和4個歐洲實體制出反制裁。 他並認為是空洞無力之餘, 還反促美國和歐盟修補關係。 美籍華裔學者裴敏恩8日在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 刊物《戰略家》的轉文指出, 中共制裁歐洲多國議員和學術研究機構成員, 這是破壞很不容易深化的中歐貿易夥伴關係。 北京還誤判了中國市場的重要性。 裴敏恩指出, 美中競爭的過程中, 加拿大、歐洲和英國保持著相對中立, 先符合中方利益。 儘管代價歸額, 中方能承受與美國經濟脫歐, 但與西方其他主要經濟體同時脫歐。 這形同於全世界為敵, 中共承受不起。 他說,這首先危險的是 習近平很不容易與歐盟締結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。 這個協議需要得到歐洲議會的批准, 但歐洲議會近來取消關於中歐投資協定的討論會。 還有議員主張, 應該要求中國先批准國際勞工組織有關強迫勞動的公約。 北京連錯兩次。 培敏恩指出,尤其是在回應新疆棉的策略上, 北京誤判了自身市場的重要性, 誤以為跨國企業是單方面需要中國。 以H&M為例, 培敏恩指出,H&M前兩大市場是美國和德國, 中國雖然是第三大市場, 但去年營收僅佔H&M的5%, H&M承擔得起失去中國市場, 但中國621家的H&M供應商無法承受失去這個大買家的損失。 培敏恩在文章最後指出, 中共仍然有時間扭轉局面, 例如允許獨立專家到新疆棉花牆進行實地調查。 如果中共沒有強迫勞動, 這是最好的證明自己的方式, 也可以改善與西方世界的關係。 但他同時認為, 這樣的明智之舉不太可能被採納。 多謝收看時局新聞,再會!